Semi穿洞衣 與紅菇甘比吃Tea Semi最近忙做義工拍廣告 趁有空檔當然要約好姐妹見一見面 她分享了與紅菇甘比相聚的合照 聚一聚 喝杯咖啡 吃件蛋糕 平日見Semi會適心打扮 原來今天的她沒有洗頭 件衣服還穿了個洞 她說見熟悉的人頭髮沒洗都沒所謂 看來Semi最珍惜的不是美衣或食物 而是朋友 她還強調開心很簡單 林曉峰未能親自見證 小孩子修讀音樂 漁科畢業 康子妮仁義為傲 康子妮和林曉峰阿佬雖然離座婚 但她們對兩個兒子的愛從來沒有改變過 不過阿佬最近因為在內地工作 兩個兒子重要成長 她都未能親自見證 大兒子林寶兩個星期前去日本升學 康子妮和小兒子林曉去送行 當然捨不得 但都說要放手給她成長 至於小兒子林曉就遺傳了媽媽的音樂細胞 康子妮在社交平台祝賀林曉御科畢業 說以兒子為傲 還說林曉的願望 是到柏克樂音樂學院升學 《無窮之路》2拍攝近尾聲 陳貝儀游上山玩到下海 陳貝儀去年主持《無窮之路》 節目令她在內地人氣急升 早前無線立刻開拍第二輯 今輯再跑雲全角上下 更游上山玩到下海 貝儀今天在社交網上 再穿了潛水衣 出海潛水的相 她說自己第一次潛水 海底下有能夠想像 和想像以外的一切 整個節目拍了兩個多月 已經來到尾聲了 關於這個劇演出的前講者麥浩宜 昨天就在IG貼文投訴 告訴收音師不尊重對待 她公開收音師的名字 告訴對方在沒有知會的情況下 突然粗暴在她背後大力扯開她條菌 把收音咪插在她腰下 甚至再向下的位置左右來回移動 令她非常驚訝不安 很不舒服 隨後無線回覆傳媒查詢 說會嚴肅跟進事件 從父母為物發現金馬獎座 吳彥祖將一切傳遞給女兒 已經移居美國的吳彥祖 在社交網上分享 她到已故父母家怎麼算財物的時候 找到18年前自己憑電影《新警察故事》 奪得台灣金馬獎最佳南配角的獎座 原來當年獲獎的一刻 她跟爸爸媽媽說 這個獎是給你們的 希望爸爸媽媽為她離開建築界這個決定感到自豪 還向她們表明自己的演藝事業會做得很好 是全因為她們 也希望將這一切傳遞給自己的女兒 小春雞為弟弟打氣 黎諾爾和兒子們快樂成長 暖男黎諾爾的五歲兒子小春雞 雖然年紀小小 但就遺傳了爸爸的溫柔 小哥哥見到弟弟上學爬 趴在床邊很努力地為弟弟打氣 大家都讚小春雞越大越英俊 黎諾爾透露大兒子精力旺盛 平時主要由她帶大兒子放電 雖然期待兒子快高長大 但又不捨得兩兄弟大得太快 所以不用開工的日子 都會盡量陪他們一起玩 珍惜每一刻 希望和孩子一起成長 誹謗案最終判決出路 珊尼特普獲勝數 安帕哈德需賠償如千萬美金 荷里活巨星珊尼特普 和前妻安帕哈德的誹謗官司 由陪審團裁定女方誹謗罪成 需賠償珊尼特普過千萬美金 兩個人在審判後 都在社交平台發文 安帕哈德當然很傷心輸了官司 還說失去了自由和公開發言的權利 珊尼特普就感謝陪審團的裁判結果 還他一個公道和真相 還寫上 最好的還未到來 暫身的篇章就快會翻開 與曾比特線上鬥鼻孔大 嚴明熙拋下偶像包袱 嚴明熙、Gigi和曾比特、Mike 因為參加了節目 《聲聲不息》在內地爆紅 剛剛和GigiPK 退帳我喜歡的魔洞閃霸 昨晚開直播慶祝有成員生日 也請來Gigi和Mike 一起連線 他兩個應腰在鏡頭前面鬥鼻孔大 笑稱已經拋下了偶像包袱 Gigi又借鏡頭 將她一個很特色的刀 套上Mike的臉上 幾個年輕人笑不停 另外一樣在內地的胡幸兒 就請了Mike 去她家開迷你演唱會 兩個人合唱了《你最珍貴》和《讓一切除風》 還即興改了一個組合名叫做M&M 因為她兩個的英文名都是M字開頭的 風笑回家大驚喜 故老闆Douje為吳美行慶生 陳俊廷在愛回家之開心觸遞飾演風笑 這天她在社交平台鋪上 留言說回家裡有大驚喜 所指的是她真正的家 驚喜是繼母 顧老闆顧紀君和好朋友聚會 包括Douje 鄭玉玲 邱海敏 劉曉彤 他們為九味露面的吳美行慶祝生日 5月5日生日的吳美行 今年也入午了 但完全不像已經50歲 她自從2007年生了女兒之後 就膽出了娛樂圈 真是很久沒見她了 粉絲發現穿18年前舊衣服 方力生被封環保大使 今天是端午節假期 方力生穿了一件紅色T恤 在網上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長週末 有眼尼粉絲竟然記得她這件衣服 是18年前接受明州訪問時著過 粉絲還稱讚她是環保大使 小方就說粉絲才是福爾摩斯 不少網民看這篇訪問 都稱讚現在的小方 和當年24歲的她沒有什麼改變 還是拉登 對抗鼻子 絕對抗鼻子 最終的 感谢观看